昨天到今天一天都在刷着金帽Siri的事情 我真的感到特别的震惊 难过和愤怒 就是无良上家这么着急挣钱给自己烧纸吗 养宠将近五年的时间 眼看着这个宠物行业这几年越来越完蛋 先说宠物美容吧 把猫忘在烘干箱里闷死的 给狗打死的 对宠物毫无耐心不调话就各种虐待致死的 然后是宠物医院 现在很多医院耽误病情过度治疗 要多黑心有多黑心 恨不得一点小病让大夫说的特别严重 让主人使劲花钱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说给猫狗看不起病 你们心里没点数吗 然后是宠物吃喝的这方面 毒狗粮和毒猫粮 常年占据各大购物网站的销量点 这是为什么 接着是宠物托运 这次Siri的事情走进我们大众的视野 那么在Siri之前 还不知道有多少猫狗在托运的路上失去了生命 然后是宠物活体 9块9盲盒的事我真是不喜的再说了 你们这些狗贩子积德吧 有命证没命花 就是你们的下场 你们还有好吗 你们不就是拿捏着我们对猫狗好 说白了就是舍得花钱 你们他妈借钱没命往死了者 拿个棒子往死销 对于你们来说 钱到手最重要 宠物的生命 主人的期盼不重要 你们还要脸吗 一条狗说赔6000块钱 大眼不散 我想问问6000块钱能不能换你一条命 你们不怕遭暴了吗 天道好轮回 一条条生命断送在你们手里 不给后代几点得吗 Siri的事情他得到了重视 那如果这件事情过去了呢 如果一切又回到从前该怎么办 怎么才能让生命得到英勇的尊重 在思雨之前被无良商家迫害的狗子呢 我觉得这条道路特别不好走 先方看不见过敏 无良的从业者看过宠物行业的前景 为了赚钱而赚钱 有恃无恐地蔑视生命 除了事情他们受到的惩罚剂 简直是微乎其微 宠物它是我们的家人 特别希望彻底整顿宠物行业 也希望大家为金猫Siri继续发声 也是为我们羊宠人自己发声 感谢大家 习惠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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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ager 和那个天气 谁 kısa 要 可以 出去 要